為各位介紹下面的商品 我們看一下這個是Monkey Power 頂級白鐵的手工管 那我想之前大家應該有看過很多的這個 Monkey Power的這個手工管的影片 在麥克雜物肌肉精品的這個YouTube上面 那今天這隻呢跟之前的也有些不同 這隻是Monkey Power的 一個標準的一個下繞形式的小池通 那小池通的款式呢 基本上這隻在外觀上是一樣的 沒有不同 那但是呢 筒身內部的設定是小池通的設定 那當然呢 還是維持著之前的一個非常的水準 然後這個手工焊接 然後上下吊架 碳纖維的這個護片 尾碳出口呢是單層的 一樣是這個Monkey Power的特色 單層的出口 好的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發動的聲音 那發動呢 一樣在我們的這個右手邊 45度角的地方 好 我們聽一下 好那為各位所說明一下 這一隻是小池通的聲音 但是這台車是58半的引擎改裝 喔 重複一次是58半的引擎改裝 加上 Bonkey Power的小池通的一個設定 好 那我們來這個加油門 聽一下下 那聲音部分呢 有跟一般有什麼不一樣 有跟一般的聲音 也有跟一般的聲音 一般的聲音 還有跟一般的聲音 拉小池通的聲音 小直通的這個比較粗暴的這個特色 那也不至於說像在那種直通的排氣管呢 可能在這個令人家到耳朵已經有不舒服的情況 這個是比一般的這個排氣管再大一點點的這個聲音 也是跟現在一般市面上這個大部分的小直通的音量應該 照經驗判斷是屬於差不多的 但是呢就於說聲音的特色上呢 還是有跟其他車有些許上一個不同 那希望可以到麥克三路機車精品來做一個這個Monkeyball的訂購 我們是猴子館的這個專門店銷售店家 然後呢專門針對猴子的部分呢 我們有多款的車型都有現貨供應中 那當然包含像後面的鋼硬 然後像這個護片M字的護片 好像這個是手工的焊點跟這個保卡等等 我們都一律有具備這些上述的東西 謝謝各位